好 看完了素食 还要来看风的是多肉植物 全台肉油或称之为肉粉的 目前已经高达了上万人 种植的部分它是双向的 就是你付出植物多少 它就会赢多少 能够跟植物和平相处的人 生活状态都是挺不错的 我们常常就是弄到半夜三更 然后做完一件作品之后 就常常退后三步一直在心上 在做电脑行业的时候 就是整天你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要把它解决到结束 你才能进入休息的那个状态 那植物的部分你可以放下那个脚步 可以你就算今天不换土 没人换土也是可以 这里是黄先生和黄太太的家 每个角落都像是一个多肉小花园 它们种植多肉植物已经长了八年 是资深的肉油 而且各自都有一本肉油精 我早上出去散步 然后小货车上面卖石子 然后另外一个转角 有浆花跟兰花 然后我就觉得 那个心情整个都是秋天的感觉 然后我们刚好刚进来这一棵植物 它叫绿燕 所以我就很即兴创作 一头栽进多肉植物才发现 原来它是个像万花筒般的世界 千变万花的肉种 在植入各式各样的器皿 姿态万千 难怪这么的利点着你 换土的时候 我会把很多很多旧的土 全部松开 直接换盆的话 我们尽量减少它的伤口 才不会有细菌感染的问题 从洒满阳光的户外 半露天的书房 再到充满南洋风的客厅 多肉植物无论怎么放 都没有威和感 只要一点缀就是一片小小风景 自从爱上多肉植物 夫妻俩才知道怎么卖下来 有一些植物看起来就很像雕塑品 但是雕塑品买回来 它就是几十年几百年 还是那个样子 可是这会长大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会长大的艺术品 现在居家不只可以打到多肉花园 还流行多肉植物体验课 讲义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进教室了 各位同学好 欢迎来到这个教室 然后来体验多肉植物 跟干燥花的结合 然后带入自己的生活中 然后提升自己生活的美感 我想要把多肉植物 把它拿来跟干燥花做结合的话 它可以比一般的花束 来得更持久 更耐久 原来多肉植物也能变捧花 接下来换我把它变熊花 15分钟后 好不容易我的熊花完成了 老师会给我打几分呢 第一次制作熊花的人来讲 我给你达80分 因为你选择花材 跟橙汁做得很不错 全团肉酉或是称之为肉粉 目前已经高达上万人 休假下了班 他们不当刷发马铃薯 也不补眠睡大头觉 因为最近很多人都在疯多肉渴 看到这种多肉植物的时候 其实心情会很愉悦很疗愉 就很可爱的东西 很不像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我们完成一个作品以后 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居家布置 我觉得这个是很 就是回家了 然后看到这么漂亮的作品 心情就很漂亮 想要慢慢回家当个肉鱼族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养殖多肉植物 其实还有不少的小诀窍 你不得不知道 户外型的多肉植物 通常颜色比较鲜艳 或是有莲花座的外形 这类的多肉 记得大约一星期浇一次水 最好的户外生长温度是15到15度 但户外型的多肉植物 除了浇水期更长 最怕不通风了 所以放在窗边比较适合 另外室内的多肉植物 不是放在办公室里或家里就搞定 不能完全没有阳光 起码一个月要晒一次太阳 要多肉植物长得好 其实不外乎 就是它在对着生长季节的时候 你给予适量的水分跟养分 那其实说真的 很多景天科在夏天 它是休眠的时候 它本来就会从 你不能要求它休眠期的时候 变漂亮 我觉得它对植物是不公平的 除此之外 关于多肉植物的网络传言还不少 道听途说究竟正不正确 植物达人让你快问快答 30秒 在看辐射的范围 仅止于植物它所生长的范围 它并不能够把辐射往这边吸 所以我认为它有吸辐射作用 可是可能没有像网络上传言一样 有那么厉害的功能这样 秋冬的时候一个礼拜浇的是水 但是我还是会看我配的土 去评判说它土干了以后 我会隔一两天才又再浇透一次 那相对的肥料的话我建议 比如说半个月给一次 那用液态肥它来得快去的快 比较不会伤害到植物的梗 很多时候在肥成长期的时候 你不鬼水断水它都没事 但是成长期的时候 断水断太久它就会可能干燥 因为它正在生长 它需要养分跟水分的时候 不给它它会被抽干 怎么养多肉植物学起来 你也可以轻松当个绿手指 赶上多采多姿的多肉工 我们边刀再生长期有限 你抑费地方